这是一个没有下雪的耶旦节 如果看准了不会下雪 结果偏偏又突然下起来 隔天一早除雪的工作 就足以叫人厌烦力 反正人的弹性很大 而下雪的夜那么静谧 也不错 雪还不是很大 不过才两 三个钟头 雪已经下得天灰蒙蒙的暗成一片了 这不是从下雨变成下雪 而是突然地下起来的雪 就这样轻轻悄悄地附满了整条道路 木子 发什么呆呀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望着细雪纷飞的木子 方回过神来临 哦 我在看末班公车也快来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客人来历 这临时湖州的借口 做母亲的想必听得出来 这种天气才不会有什么客人呢 早点打烊吧 天太冷了没办法 好 木子点头 但是 等母亲一走进里面 木子又看起那静静的 缓缓落下的雪景了 16岁的少女这般诗情画意 总是可以理解的 雪叶 宛如童话世界般亮着奇妙的白光 而轻巧的雪缓缓飘落 更添雪叶的情趣 如果说雪飘落 在速度上感觉比事实快了一些呢 她的飘落法 彭佛拍慢动作的画面 有种超现实感力 不早点收台打烊 待会见又要爱母亲骂了 木子正要关上悬关的门时 雪地上映着白色光圈 扑扑扑的马达声 由远而进船来 最后一班公车终于来了 木子决定 看这班公车通过 而公车站牌就在马路的对面 并没有半个乘客在等车 所以 如果车上没有乘客下车 公车应该会直迟而过的 然而公车的速度却慢了下来 在站牌前停了下来 真稀奇呢 是投诉的客人吗 一吹木子家是开旅馆的 自母亲的双清那一代开始 便建造这么一练 古色古香的日式旅馆 虽然并不很大 可是因为地缘并不属于观光地区 所以也够用的了 可是好景不长 父亲很早便去世 而来旅馆投诉的客人 也越来越少了 木子依稀记得 他才入小学当时 母亲梁江几乎是天天沉默寡言 若有所思 后来 有一天 他放学回来 家里的样子变了样 那旅馆的招牌 不但换成漂亮的霓虹灯 而且还用椰弹小灯泡 装饰的花枝招展 立在家门口 一到晚上 五光十色 令木子喜不自胜 可是没多久 木子逐渐了解许多事多 初中毕业 木子便决定留在家里帮忙 一来因为高中离家里非常远 二来是偶尔才有客人相袭而来 而且住的不久 根本没办法改善经济情形 独生女的木子 还是留在母亲身边帮忙比较好 去上学反而会招致 你家开不三不四的旅馆啊 等等闲言闲语 因此作罢 这附近没有一般高中 唯独一所贵族女孩 才能上的私立高中 也是和木子无缘 一 当公车停了在走时 木子叫了一声 有一位身穿黑色外套 手提大旅行箱的男子 站在那里 他来投诉吗 木子心中嘀咕着 然后 那男的似乎在回答 木子心中的疑问似的 直直地往旅馆这边走来 真稀奇 居然一个人来 不过 会不会待会见有其他女人跟来 经常有这种客人呢 晚安 木子低声道 令人意外的 那男子颇为年轻 不是 通常来着旅馆投诉的客人 大部分是年轻人 而这男子一直到走到眼前 才发现他蛮年轻的 否则远远看 给人年近中年的感觉呢 而实际一看 大约是25 6岁吧 下雪了呢 男子说 非常明快的声调 使得木子心中 不知怎的扑通扑通的跳着 有地方住吗 木子被这男子疑问 一下子却答不出来 庞佛声音耿在猴头 就是出不来 如果有空房间 我想住宿男子自己再说一遍 是 但有的 木子好不容易才回答到 那太好了 这附近可没有其他住的地方里 男子坐上玄关 脱掉鞋子 您稍等一下 我喊妈妈来木子他上凉鞋 先进去 啊 等等 男子叫住木子 苍古学员是不是在这附近 要怎么走呢 木子眼睛一亮 走过去的话 大约十分钟就到了 就从前面十字路口 左转进去 啊 原来如此 多谢 男子微笑道 这是一张温柔的笑脸 庞佛是电视台里 扮演刑警的年轻演员的笑容 男子进到旅馆里 拿着旅行箱好像有点重 刚好母亲梁江走出来 啊 是客人哪 没早点通知我 请进 请进 您一位吗 那请上二楼的大房间吧 木子 准备茶 好 木子急忙走入厨房 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从昨天天气就不怎么好 可能是太冷的关系吧 通常双双投诉的客人 也不见踪影了 反而是昨天 有个高高瘦瘦的男的 和一个身材壮瘦的 另一个男的 还有木子眼里看去都要赞叹 好美窝的年轻女孩 跟一只三毛猫等四员 一起来投诉 而那些人也在打听 苍古学员怎么去 到底学员里出什么事了 木子烧开了水 倒入热水瓶 左手托着放有茶杯 和茶色的茶盘 右手拿着热水瓶 往走廊走到楼梯口时 恰好碰见母亲从二楼下来 这种日子有客人光临 真是少见力 梁江说 那群怪异的客人呢 他们刚出去了 下雪 笨 好像要去苍古学员 还向我问路呢 依依 还好他们已经付钱了 否则我看他们 根本不像和那个学校有关系的有钱人呢 妈好坏哦 木子笑道 他们那只猫咪好可爱丽 是吗 我总觉得他的眼光是在骂那些人笨蛋嘛 怎么会 算了 快端查过去吧 梁江到这年纪 身体有些发福 走起路来好像也变蹒跚了 虽然用蹒跚形容有点奇怪 可是实际上看起来的确如此 或许是木子代劳许多是吧 使得他活动的机会减少许多 木子当然是一位十分凌厉的女孩 不过 看他两手端着茶盘和热水瓶 小巧的身躯 咚咚咚的屎爬上二楼 对不起 将热水瓶放在地板 刷的拉开房门 然后 木子吓了一跳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来投诉时 木子都会先敲门 确定里头的情况再开门 因为有好几次他被某些激烈的场面吓到呢 而今天这位客人单独来 所以他才比较安心地开门 那男子正被对着木子坐着 一听到房门被开 扭过头来一看 对不起给您送茶来了 木子说道 摆在那里吧 跟刚刚笑容可惧的模样完全不同 变得很不耐烦 几乎非常僵硬地说话与福呢 是 打扰您了 将热水瓶和茶盘放在榻榻米上 木子便立刻投一滴 关上房门 那是什么东西啊 木子边下楼梯边想着 刚刚木子拉开房门时 那男子就连忙把什么东西塞入行李袋里 好像生怕被瞧见似的 那是只看到亮闪闪的一下 好像是银色的 还有枪枪的声音呢 对了 可能是斧头或铁子之类的吧 为什么他随身携带那种东西呢 而且他的表情变得那么生硬 还把我赶出来 木子有种不祥的预感 虽然他不是懂得预感的那一行 也没什么超能力 可是 有种说不上来的不安感正袭击而来 让他不寒而栗 怎么了 一进厨房 梁浆便开起瓦斯热锅 客人说吃过晚饭了吗 木子游捉着 要说自己并没问他吗 如果说了 母亲一定会叫自己再丢问一次 他说吃过了 木子说 哦 那我们来吃晚餐吧 帮我拿杯子好吗 好 木子打开晚出的门 开始拿出自己和母亲的杯子 盘子的 明天是耶诞节呢 木子说 那 今晚是耶诞夜吗 就是啊 有没有耶诞蛋糕糕呢 虽然没有蛋糕 用黑轮充当一下吧 木子一听梁浆说的话 嘴巴都撅起来了 二 简直是完蛋了吗 发牢骚的赵丽或许吧 是秦美 再怎么搞不清楚方向 可是连左右都不分 不是太离谱了 赵丽的挨骂的是哥哥片山翼太郎 有这么精明的妹妹 即使自己是警师厅搜查一课的刑警 都要自探俘虏了 喵 发着怪声表示赞同的是他兄妹两人饲养的猫 福尔摩斯 而他声音会变得怪异 是因为刚刚走在雪中 秦美用毛毯整个将他抱在怀里支顾 可是片山先生是很用心的 只是一字直插而已 想袒护片山 却被片山翻白眼的这个大块头 就是木黑刑警部 是木黑鼠的刑警时经 他自己淋着雪 却一副像钟楼怪人一样穿着西装 一手提着大公事包 一手死命撑着一把伞 为秦美遮雪 要是你也帮着听清楚 不就没事了 片山试着反击 秦美说 我要保护福尔摩斯 让他不受动 可不容易有 而且像这种事 根本不需要我帮忙记得 一连串回话 使得片山哑口无言 道路在黑暗的森林中湾停 以方向来说 这个方向应该没错 而且这不是有很多岔路的道路 可以看到就好了 石经说 那旅馆的小女孩 会不会胡扯啊 她才不会那样 我看她很卖力 很乖巧利 对 我有同感 可能因为下雪 感觉上比较远 脚下踩着没人踩过的雪道 擦擦地发出摩擦声 片山抖抖伞 好让上面的雪滑落 一阵沙沙声 附在伞上的雪 果然纷纷滑落 虽然三个人 都穿着厚重的大衣 外加手套 但是手指还是被动得的 连知觉都没了呢 我真被那家旅馆吓到厉 石经说 九宝这家伙说 那是加古的合适旅馆 我看哪 到八分项工人休息的冰碗呢 可是 感觉还不坏吗 而且 一定是不得已 他们才那么做的 秦美用同情的口吻说 可是 那个小女孩才不过十六 七岁 这对她身心教育上 实在不太好 片山在这当 居然义正词严地 发挥起正义感 只要让她有个温饱 什么行业不能做吗 不知前因后果 只会说风凉话 对不对 福尔摩斯 喵 福尔摩斯似乎快睡着的 应了一声 啊 片山 看到灯光了 一定就在那边 石经乐不可知 而片山当然也高兴 不过石经乐的是 到了那边 可以享用晚餐里 真是一种欢喜 两样心情呢 苍古学员四个大字 在微弱的灯下 浮现眼前 来到校门口 三人同时驻足 喘着气 有一种好不容易 找到她的成就感 吐出来的白烟 立刻随风消逝 门关着呢 喂 石经 去按一下电铃 好 石经走向大门柱 正要接电铃时 等等 秦美道 有人来了 门非常高 望过去只能看到 亮着灯光的二楼键而已 从门到建屋 又有段距离 似乎用树林隔在其间 并且将建屋的一部分 遮了起来 从那方向传来人声的 是年轻女孩的声音 然后是跑着过来的脚步声 哥 秦美瞪大眼睛 而片山 石经亦都如此 虽然灯光微弱 但因有雪反映着 反而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些景象 跑过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孩 这是一所要求全部学生 都要住宿的女子学校 有女学生出现 当然是正常的 而让秦美等吃惊的是 这女孩居然穿着一条长衬裙 赤足地在雪地里跑 长长的秀发 一乱得不像话 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声 连片山用眼睛看 都看得出 发生什么事吗 片山穿着 喂 怎么样了 听到片山的喊声 那女孩突然停下脚步 而在雪地里 这样紧急刹车 是很容易跌个四脚朝天的 一双雪白的脚 映入片山眼 她连忙眨眨眼 石经先生 快把门打开 秦美叫道 哦 好 石经急忙跑进大门 用力地推着门 却从里面顺势打开了 哇 石经正全力地推开门 一点也没料到 会这么容易开 因为太用力 便顺势倒向里头了 雪地上又那么滑 害她好不容易才爬起来 而刚刚那少女 却被见得双脚尽是雪 哇 女孩惊叫 于是从另一个方向 纷纷跑出来三 四个女孩一个个都穿着厚重的毛衣和裙子 她们看到跌在雪上 手脚覆盖着雪像只乌龟的石巾和纳女孩 都齐声笑了出来 这些女孩尖锐的笑声 使得静静的雪液都为之震动起来 片山和秦美还搞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也忘了寒冷地 互相对望了许久 很对不起低着头说话的是高挑的身材 好像是好学生模样的女孩 秦美想 她这秀丽的五官 如果把眼镜摘去 应该是个标准的美人 你叫片山盲掏出记事本 可是由于手还冻僵着 刚一掏出来便掉在地上 在一旁观看的女孩 咯咯地笑出来 我是宿舍的负责人 三摘九美 这位优等生立刻帮忙片山拾起本子 一边交给她说 哦 就是你呀 我听九宝说了 你是高三学生吗 是的 这么麻烦您真是抱歉 那里 嗯 片山轻轻喉咙 虽然是高中学生 可是身材和成熟女性相距不远离 片山还是太紧张了吧 平常人的话 被年轻女孩包围 通常不会觉得不自在 可是片山就这么特别 恐惧心比别人来得快 所以由于这种自知之明 当片山受托于大学时代的好友来这里 她本人一直拒绝 不愿接受呢 九宝 是学员里的一位警卫 本来 以她优越的条件 进入一流企业就职应该没问题 我不喜欢在一个组织模式下工作 她干脆回绝所有的工作机会 然后便来到这所仓谷学员当警卫 生活可是悠哉得很 时而画画图 享受无尽的生活乐趣 而一周前 九宝打电话来 我知道这工作并不太适合你 九宝说 可是 只要一个礼拜就好 我去旅行就回来了 帮我留在学校看管一下吧 可是现在不是学校都放寒假了 对啊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回父母亲身边了 只是有几个学生 因为双亲身在海外 或因为有事件太忙了 就留在宿舍了 所以 我想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有人留守在这里比较妥当 其他老师呢 几乎都回家了 你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有女性恐惧症啊 跟从前一样 这让片山恶然 等于自己也承认了这项事实 小孩子算什么 来上几十个也没关系啊 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结果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就因为这项差事而泡汤了 片山深怕被秦美骂 可是意外的 那不错嘛 可以去白吃白喝力 考虑到经济效益 于是秦美也跟着来了 而片山甚至连石巾都要来了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酒保会不会事后向自己请求餐费呢 留在宿舍的学生 总共五个 全在这里了 三宅九美道 那边有宽敞的康乐室 里头有一台就是的电视机之外 还可以在那边的沙发 看报章杂志 这里好棒 秦美说 虽是学校 可是剑还是挺气派的 没错 说话的是一位坐在那边的学生 盖小小的 又戴了一副眼镜 看起来有点滑稽 这里从前可是贵族的宅地呢 三宅九美道 由我们的校长先生出钱将它买下 才改建成学校的片山巷 原来如此 整体剑有种古的夕阳事件风味 而且天花板很高 有些危暗 尤其是这间康乐室 一定也用来当接待客人的客厅 墙上有暖炉孔 可是现在已不烧柴火了 你们真幸运啊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读书 秦美一说完 三宅九美扑斥地笑出来 说道 老师们都这么说 只是学生里有许多人却不这么想 你看吧 连一个游玩的地方也没有 咖啡店也没有呢 说话的是这五个学生中最引人注目 最可爱的一个 我来帮你介绍一下 三宅九美说 刚刚是林聪子同学 接着 戴眼镜的是钟景祭子同学 我们三个都是三年级 再来是最瘦小的柴田三江同学 另外是是找光子同学 他们两个都是二年级柴田三江 可说是这五个人当中 最瘦小的一个 怎么看都觉得想初中生力 可是看他的神情灵动 彭佛很聪明的样子 而且他的坐姿很好 被挺得很直呢 身体情况应该不错 而且有古出身名门的气质 是找光子总是一个人独自在旁边 一脸毫无生气的样子 刚刚穿衬裙跑在雪中的就是他 当然现在的穿着已经和刚才不同了 最悲惨的要数十斤了 刚刚跌那一跤 裤子弄得凌凌的 也没带来干的裤子好换 坐着又嫌屁股冷得不舒服 于是干脆就站在暖气口 一边吹干 福尔摩斯呢 或许多少受到这么优雅的环境影响 便在一个读书用的椅子上 伸展身子横握着 对了 请问刚刚的骚动是怎么回事 片山问道 钟景妓子推推鼻梁上的眼睛说 大家在玩啊 骗人 是找光子尖叫起来 大家联合欺负我 还叫我脱光衣服 你等等 三宅九美不让是找光子继续说 我知道你的感受 可是这一切你都误会了 你们都叫我脱衣服还不是 脱衣服也没关系啊 钟景妓子欲恙的说 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 就是新生一定要表演脱衣秀 才不是跟你开玩笑 脱 脱衣 片山满脸通红 你们有没有事先告诉他 我早就说我不要 可是他们就把我围起来 脱我的衣服 不是说新生吗 可是你已经二年级了 不是吗 秦美问道 他是最近上的礼拜 才转学来的三宅九美说 总之 都是因为老师不在嘛 才这样闹的 是找同学可别放在心上 是找光子似乎不大福气 可是也没说什么 镜子看起杂志了 学生以外 这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秦美问道 突然 石金大叫一声 吃饭了 石金先生 哦 对对不起 可是 我闻到好香 我怎么都没闻到 片山一说完 康乐式的门就开了 可以用餐了 约五十岁年纪 体态娇小 围着围裙的一名妇人 站在门口 这是照顾我们的 说到一般的三宅九美 突然满困惑的 不知怎么称呼 因为平时都只叫他伯母的 就叫伯母无防 伯母微笑地说 来来 大家都到餐厅去 好 最大声回答的是石金 所以学生们都笑出来了 片山只觉得如果有洞 他一定钻进去 不过 看到刚刚声称 被欺负而嘟嘴的是找光子 也笑出来了 不禁想到石金这招逗笑 算得上成功力 晚餐相当可口 在这么大的建物里 即使暖气开得再强 脚底还是觉得冷的 这时候热乎乎的炖菜 是比什么都可口的 学生们吃饭时 总爱边吃边说话 一会儿评论这位那位老师 一会儿咯咯地笑出来 石金当然是连校的时间都没有 已经添了三大碗饭了 福尔摩斯则在地板上 乖乖地等着他的炖菜凉一点 你说什么 片山听到这颇为意外的消息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九宝结婚了 是啊 钟景妻子说 而炖菜的热气 熏得眼镜都失误 于是他便将眼镜摘下 放在桌上 你不知道呀 都没听他提过 只是说他必须去旅行一趟而已 那一定是蜜月旅行吗 可是 你不是他的好朋友 他怎么没通知你 询问的是很可爱的林聪子 我也不知道 片山有点不悦 难难地说 九宝这家伙 可是 这说来也太奇怪了 九宝不同于一般男性 而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今天他结婚 既然没腰片山参加婚礼 即使其他事情再忙 也应该不至于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吧 对象是我们这里的老师窝 钟景妻子说 老师 是啊 大祈左之子老师呀 他可是位大美人呢 是教英语的老师 三宅九美道 那他离职了吗 秦美问道 没有 他说蜜月旅行回来 还要住这里 继续教书 你们知道吗 钟景妻子望望大家 什么事呀 只有我知道 他们两个啊 钟景妻子取回眼镜戴上 真像三姑六婆 喜欢当广播站的小女孩呢 他们两个 是指大祈老师和九宝先生 林聪子踩身出来问道 当然是罗 他们两个常常背着 其他老师的耳目约会呢 快说 快说 这里半间咖啡店都没有 究竟还有那里可以约会呀 你们想知道 别卖关子了 不然 半夜里要把青蛙放进你的棉被 哦 真可怕 钟景妻子绊绊鬼脸 又缩缩头说 聪子可没希望做了 我说真的哟 快说 林聪子催促着 嗯 就是当钟景妻子要说出的时候 突然嘴巴停下来不动了 眼睛往餐厅的门口望去 片衫也跟着往那边看 一位穿着浅粉颜色衣服的女子 一手挂着外套 一手拿着皮箱 站在那里 身材纤细 给人体态优美的印象 只是 这让片衫颇为惊讶 片衫为什么会惊讶 自己虽然不太懂 但总感觉是因为感受到对方的怒目似乎喷着火 随时都会爆发的情绪 大琪老师 三宅九美立刻站起来 叫道 怎么回事了 大琪老师 这不是九宝的另一半吗 的确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可是 绝不是会勾引男性的那一行 而是一种理性 冷静的美 怎么样 一进来的大琪左侄子将皮箱往地下一割 伯母 给点吃的吧 我从大学里赶回来 寒娇破 快不行了 片衫战战兢兢的自我介绍 真是辛苦您了 大琪左侄子低头道 可是 很抱歉 对于九宝先生的朋友 我不想和他多说话 那我才真正欢喜呢 片衫率直地说 然而 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本来是九宝先生和我的结婚典礼 你应该知道吧 虽然婚礼很简单 可是 我也邀了亲朋好友前往官礼 结果 大家在会场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九宝先生来 不止九宝先生 连他的双亲 亲戚也没半个人到 你应该可以了解我 会是什么心情吧 约定的时间已过 九宝先生还是没出现 而会场的人也没办法 后来才说 有人到那边留话 是九宝留的 是的 取消婚约只有这询话 大琪左侄子苍白的脸色 似乎静蓝地笑出来 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 蒙受大使后 我看他会不会回来道歉 所以才回来这里 事情经过大约是这样 四下无言 谁都沈默不语 伯母端来炖菜 好像很好吃 抱歉了 我要吃了 大琪左侄子手握汤匙 正要努力吃的时候 突然抬起头 看看学生们的表情 你们有机会的话 可要早点嫁入 免得年纪一大把了 才被这样耍 这时大琪左侄子 才慢慢地吃他的炖菜 还是没人出声 不对 九宝那家伙不是这种人 片山想大声说 可是看着背脊挺直 默默吃着饭的大气做只子 就实在说不下去了 在一旁地板上的福尔摩斯 早就开始舔起他的晚餐了 三 片山醒来 与其说感到一股怪异的气氛 不如说是当刑警的敏感吧 而事实是被睡在隔壁的石巾的憨声大作所吵醒 真是混蛋 危暗中 片山看看手表 刚好是半夜两点 雪还在下吗 片山柔柔困倦的眼 坐了起来 片山和石巾住在宿舍里的一个房间 片山下床 走到窗边 稍稍拉开窗帘往外看 心外面居然出奇的明亮 当然这可能是雪和月光相互辉映的关系 明晨该是个晴天 而且会很冷呢 片山想 而那个酒宝 到底是搞什么吗 片山听了大起左侄子的话 本想和酒宝的家人联络看看 可是他家人不知道是都出去了还是怎样 都没人来接电话 酒宝一旦和人订婚约了 就绝不可能背信抛弃对方 这点片山是可以确信的 可是事实上酒宝却没在婚礼上出现 片山摇摇头 也不能老是在这里担心 可是片山这时替代酒宝留守在学校 立场也蛮尴尬的 片山打了一个喝歉 对了 那位伯母说厨房可以泡咖啡 要喝可以自己泡的 那么 我去泡一杯来喝吧 片山穿了衣服 走出房间 为了不让石金的憨声传到走廊 他急忙地关上门 哥 哇 片山吓得跳脚 秦美正站在眼前 喂 你吓死我了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 要趁黑夜逃走啊 我只想去泡杯咖啡来喝 啊 真巧 福尔摩斯刚刚也说要喝咖啡 福尔摩斯在秦美的身旁 端坐得好好的 就这样他们三个下了楼梯往厨房走去 真的好近我 秦美说 好像住在这里不会太好过呀 那不过是九宝和大琪老师之间的事 和哥没关系嘛 道理上是这样说了 咦 福尔摩斯怎么了 福尔摩斯突然不走 静静地竖起耳朵来听什么事的 然后把头朝后看 好像在门口那边有谁来了 依依 积雪这么多 谁会那么多事的特地跑来呢 此时 不知从那里传来 枪 的一声 似乎有东西落下来 在那里 里面了 在厨房里 秦美拍拍哥哥的背 去吧 警卫先生 出击了 等等 叫醒时经 你说什么 等一下那个持刀杀人的魔头逃掉了 怎么办嘛 不会那么巧了 可是很恐怖呢 不恐怖 可能是像熊一样大的老鼠而已嘛 我们有猫啊 在一问一答的同时 两人不知不觉走过餐厅 住厨房方向走去 如果是像猫一样大的蟑螂的话 片山故意说着 便打开门 你来抓我 福尔摩斯尖锐地喵叫起来 片山站住了 在厨房正中央站着的是大旗姓之子 刑警先生 大旗左之子声音微弱地说 我想要 他右手拿着一把小巧但锐利的菜刀 白色的睡袍上溅满鲜血 左手腕一直流着血 你在做什么 秦美回过神 跑了过去 我想死让我死 哥 快帮他止血 秦美盲抱住几乎倒地的大旗左之子 他割腕了 快从手腕握住 知道了 知道和立刻行动是两回事 片山想着要 功课跑过去 然后用手帕把手腕绑紧来止血 可是他本人却是动弹不得 这时 秦美急叫 别这么没出息了 样来呀 曼郎中 秦美尽情地骂着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最后 应变之笨是先将大旗左之子 抬到康乐市 让他躺在沙发上 而片山则跌坐在地板上 满头大汗 快叫救护车 秦美要冲去打电话时 眼前不知站着谁 差点和他撞上 对 对不起 石金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哥在里面悠哉得很 你去替我踢他一脚 石金一入内 对片山说 没问题吧 是你呀 到现在才来太迟了 片山迁路石金 我本来是起来上厕所的 是吗 之后 回到房间发现有意样 女孩子难道分不清楚色情狂 不是 不是女孩子 那很好 是一个男的 男的 那可怪了 这里不可能还有其他男人呀 可是偏偏就有啊 真是怪异 片山歪着头 是怎么样的男的 你有没有问问看 没有 怎么不问呢 如果他睡着 你要也要邀请他 我想他不会醒了 石金说 因为他的头被砍了 死了吗 片山呆了半场 确定死了 是啊 头都 知道了 片山脸色再度苍白起来 等于说被杀了 我想是把石金打了喝歉 如果要自己动手砍头 可没那么简单力 在这时候还能打喝歉 片山真是服了石金 可是 这不是重点 是在那一个房间 在二楼最里面那些 要不要去看看 现在不行 等秦美回来照应一下这边 可是 似乎没这个时间了 二楼隐约传来嘈杂的惨叫声 这声音因为这建物的关系 以极高的频率 震动在每个角落 片山脸色苍白极了 和石金一起奔出康乐市 正要爬上楼时 从一个门里钻出 一个爬着出来的女孩 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中井妓子 是你啊 你在尖叫吗 片山跑了过去 中井妓子满脸苍白的发抖着 连开口都没办法的样子 只是 说不出话的 用手指指开着的门内 片山很害怕的 步步踏进那房间里 灯亮着 而两张单人床之间 俯卧着一个男的步 是女的 喂 你又在打瞌睡了 不是女的吗 片山跑进 蹲了下来 还活着吗 只是晕过丢而已 啊 吓死我了 中井妓子好不容易爬起来 往里头一看 我刚刚进来 一打开灯 就看到他躺在那 这是你的房间吗 不是 只是 正好有点事 那个人 恩好像在那里见过 片山歪头响 福尔摩斯好不容易才到 便喵呜喵呜地叫着 看着片山 对了 是那家旅馆的女老板 没错 只是她冒雪而来 只穿毛衣和裙子 似乎不够预寒 秦美随后急忙跑来 啊 是怎么回事 没有了 都是石金这家伙 说什么有个男的死了 我来一看 原来是个女的 而且还活着厉 话是没错 石金不服地说 可是 房间搞错了 你说什么 片山不敢相信的 不如说是不愿相信的反问 除此以外 还有谁死了吗 这样说也不正确 死的只有一个人吗 都可以了 到底在那个房间吗 那险 片山汉已心服气躁 随着石金走到走廊 三宅九美 似乎听到 刚刚钟景妓子的惨叫 也开门出来 还穿着一件 非常可爱的睡袍呢 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石金 你先进去看看 片山道 石金便打开门 这里有个男的死了 三宅九美听了 几乎喘不过气来 死了 是谁 还不知道 总之 不是好事 你 没关系的 三宅九美 明明纯说 片山想就让他看吧 于是他自己开始 往石金打开门的房间 那摊视 有个男的倒在那里 而且 的确 头被砍下来了 片山脸色又要苍白之前 他意外地发现什么事的 眼睛瞪得好大 哇 在背后的三宅九美 短促地叫了一声 是九宝先生 九宝先生啦 是九宝 的确是他没错 片初走到走廊 把门带上 喂 跟我祖上联络一下 片山道 我心情不好 片山靠在旁边的墙壁上 软绵绵地跌坐在地上 四 耶旦老人也会束手无策吧 法医南田在发牢骚 如果给我完整一点的体就好了 体应该没什么两样吧 片山说 别笨了 肮脏的男人和年轻的美女 看起来会一样吗 你的眼睛在干什么 请不要一直发牢骚嘛 我早知道了 反正我既没椰蛋 也没新年好过的 片山说不过南田的满腹牢骚 性不走向窗前 跳往外面的景致 眼睛都眯起来了 血刺的人眼睛都痛起来 当然 现在已是清晨时分 正是昨晚自己望着窗外 所预测的晴朗又寒冷的清晨 片山想 今天是耶旦节呢 怎么会变成这么令人意外的耶旦节呢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酒保被杀 而为什么旅馆的女老板 后来才知道 她叫一吹凉浆会晕倒在宿舍 而她身边放着一把 疑似杀害酒保的凶器帖子 而另方面 大齐左之子割腕自杀的原因是可理解的 索性被片山兄妹发现 现在已脱离险境 事情已经一团糟 刑警先生 有声音传来 一回过头 原来是中警妓子站在那里 哦 你不是在睡了 片山探阴着 根本没闲暇喘气一下 对呀 睡得很好 年轻真好 叫人羡慕力 片山一副老成的口吻 叹息地说 我有些话想告诉你 什么话 我们到康乐市谈吧 片山想 这孩子看样子 还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吗 其实连他自己 都有点混淆不清了 被杀死的是自己的朋友 当然片山不需刻意注意也了解 毕竟自己是干刑警的 而这些事件 都必须将他们当成一般事件 才有办法做客观的分析 进了康乐市 片山关上门 关于昨晚的事 片山正要继续说 对呀 就是昨晚的事 我有话告诉你呢 钟景妓子 意味深长地说着 眼睛映出顽皮的笑意 当你发现那旅馆的女老板 一吹凉浆 这个人晕倒在地时 你当时是在干什么呢 那间房间 并不是你的房间吧 早就知道你会这样问我 钟景妓子 从自己坐的椅子上 突然站起来 往片山坐的长条椅走去 然后在片山身旁 不如说整个身体 都倾向片山地坐了下来 片山连忙挪动位置 我啊 有个老毛病 就是眼睛不好 尤其到了晚上 就看不清楚东西了 摘取眼镜 将眼睛眨呀眨的 有人说 我把眼镜拿掉 比较可爱 刑警先生 你以为呢 我的意见 和这时刻毫无关系吗 片山故意掏出记事本 用机械性的询问口吻道 那么 你到底去做什么 我想到你房间 可是搞错了 到我房间 你正经回答好吗 片山皱起眉头 哇 你好可爱 我最喜欢胖嘟嘟的人 他们最会吃了 我可不会吃 片山为了躲避 一直挤过来的钟景妓子 便往椅子另一端挪 不知不觉挪到扶手边了 你朋友九宝先生 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行 九宝 片山停了半晌 九宝和这里的学生 钟景妓子戴上眼镜 呵呵地笑起来 这学校连老师都是女的 男性只有九宝先生一个人而已 不是很宝贝吗 绝没这种事 片山说 咦 为什么 我很了解那家伙 他有点特殊 就像流浪汉一样 不喜欢被拘束 可是 事实上 他却是得责任感很强的人 虽然我口说无凭 可是我绝不相信他来这里干警卫 会做出这种事 钟景妓子有点惊讶地直盯着片山看 不久 居然爆笑出来 有什么奇怪的吗 刑警先生 你太单纯了力 好像才十岁的小玩 真叫人感动呢 别讽刺人了 总之 只要是九宝 我就相信他不会做那种事 真伤脑筋 钟景妓子站起来 双手插腰 符合一下片山 刑警先生的高贵情谊 都叫我这个离间者 觉得很惨怀 总之 事实上偷偷到九宝先生房间去的学生 大概不止两 三个 胡说 片山以他年纪稍长 郑重其词地说 真的了 像三宅九美同学了 三宅九美 是啊 很意外吧 他可是优等生呢 可是 他本人相当阴险呢 可是 当然了 他脑筋好 又适合当领导者 而且 他很随和 多听大家的话呢 不过 若是有人敢和他作对 像昨天晚上 大家联手欺负是找光子 就是他下的命令令 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他跟九宝 对啊 他对付男人 可是老手了 九宝先生 本来也是拒绝他的 不过只要他在九宝先生的房间待一晚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了 对吧 九宝他和三宅九美 真叫人难以置信 当然 九宝也是男人 可是 你还不信 那我再告诉你一些事 现在留在学校里的五个学生当中 包括我 三宅同学 还有林聪子 我们三个人 都曾偷偷默默地溜到九宝先生的房间里呢 林同学 他本来放假是可以回家的 可是却故意留下来 为什么 你知道了吧 为了九宝先生啊 好了 别再说了 片山阻止说 如果没别的事 你可以回你房间了 哦 你生气了 心情不太好而已 你生气的样子也好可爱我 钟景妓子扑痴地笑了出来 如果九宝先生 是那么有责任感的人 为什么会在结婚典礼上 临阵脱逃 笨 纯情的刑警先生 片山满脸通红 接着 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片山自己几乎都不相信 啪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钟景妓子应声倒向地板 他的眼睛也被摔到好几公尺外 片山刮钟景妓子一个耳光 片山自己都很惊讶 我 今会打女孩子 这是我吗 你打我 被刮耳光的钟景妓子哭叫着 我会告你的 你给我记住 便抓起眼镜 快速地重出康乐市 片山无力地摊在椅子上 半眼上的门边 福尔摩斯轻巧地钻进来了 你 都听到了吧 福尔摩斯咚咚地走到片山脚下 用没伸出脚爪的前脚 不断倾抚片山的脚 你给我加油是吧 多谢了 片山苦笑道 我居然会打女孩子 我都忘了我是刑警了 我真不是个好刑警 说必 有个声音说道 不是的 谢谢 片山顺口一说 又突然压一地回头一看 你是 一吹木子 对了 就是他 片山叫他在这里等的 自己差点忘了 很抱歉 昨晚我一直在母亲身旁照顾 没怎么休息 所以今天迟起了 我没偷听你们说话我 是没看到他躲在长椅子的一背后面 没事 没事 你母亲的情况如何 他的头被撞击 现在还意识昏迷 不过说笑一说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话 就太好了 片山点点头 如果可以挪动他时 一定要立刻送到医院 一切拜托了 一吹木子低头道 这里离最近的大医院 有相当的距离 而且这种下雪天 救护车也动弹不得 所以一吹梁江 和各万的大旗左侄子 都被抬到宿舍的空房间去照顾 而笑一则是搭警车来的 先给予治疗再说 你母亲昨晚为什么来这里 你知道吗 一吹木子一脸迷惑地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只是另外有一个客人 另外有一个客人 昨晚来的 有点奇怪的客人 你是说在我们以外 还有其他客人来投诉 是在你们出去之后才来的 一个男子 他的行李好像很重 里面装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好像是金属物之类的东西 金属物 是的 我瞥见了一眼 很像铁货斧头之类的东西 那个男的现在呢 不知道 昨晚我飞奔来此 之后就没再回去 说的也是 我派一个警员 去叫那个男的来这里 如果说铁是那男的的话 刑警先生 木子双手紧握问道 我母亲有可疑的地方吗 现在都还不能说 因为必须等他醒来 问他话才知道片山停了一下 你认识九宝先生吗 认识呀 我和母亲经常帮他整理宿舍呢 所以 木子眼神垂了下来 我去和其他警员说一下话 你先回到你母亲身边吧 对不起 木子站起来 低头道 女子学校校园发生杀人事件 秦美边吃面包边说 这种早餐怎么维持到中午吗 石金似乎对热汤加吐司 这简单的早餐不是满意 忍耐点吗 刚发生那么多事 片山说 是谁一知道九宝先生 和大七老师结婚的事 就被吓到的 慢着 喂 片山说 我可不相信那学生的话 还嘴硬 人真奇怪 可是 对了 那家旅馆的那个女孩 到现在还没吃什么力 石金先生 可不可以送点东西过去给她 面包和热汤还够吧 她不过是十六岁的女孩子 可不能和你比十两 可是 她和我一样都是在发育期嘛 石金认真的说 和厨房的伯母 要了热汤和吐司 放在托盘上 石金便往二楼走 片山突然想到 对了 那孩子可能还很想睡觉 应该端杯咖啡给她 我端去好了 秦美吃完 站起来 福尔摩斯 要不要一起去 秦美用大杯子泡好咖啡 端出餐厅 福尔摩斯边舔嘴巴 边跟着出来 哥 老实说你是很善良了 可是 换个说法 是鱼笨厉 这实在说得蛮重的 照理说干刑警这行 应该可以见识到 大人的世界 而且当初自己 也是享有这个优点的 爬着楼梯时 突然 哇 听到石金惨叫声 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秦美放下杯子 立刻跑过去 而福尔摩斯 差点被见出来的 咖啡林道 也叫了一声 不过立刻追秦美而去了 小心一点嘛 福尔摩斯 一定很想说这句话 秦美跑进 一吹凉江休养的房间 吓了一跳 左手包着绷带 右手却拿着菜刀的 大旗左侄子 正披头散发 乱挥舞着菜刀 木子脸色苍白的 护卫着母亲身上 助手 太危险了 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石金说的 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而且没有半点生气的语气 而手上的热汤和吐司 为什么还可以端得 四平八稳立 你们都让开 大旗左侄子大叫 让我杀了那女人 助手 你杀了她 可是会出人命的 石金的想法 实在令人猜不透 而秦美却感到 一股奇妙的印象 就是看到鞋的场面 应该是很紧张的 可是 她却从容不迫 福尔摩斯 你上 秦美说 福尔摩斯攻起身体 抛物线的向上移动 往大旗左侄子的脸上抓去 哇 大旗左侄子惨叫一声 往后倒下 福尔摩斯轻巧地降落在地板上 我的脸脸被抓伤了 大旗左侄子丢开菜刀 捣住自己的脸在一旁呻吟 并浮在地上 片山这时也赶来了 目瞪口呆的 怎么回事 怎么应是 秦美耸奸 竟是让人吃惊的事 都是你的猫 大旗左侄子右手按着 渗出血丝的脸颊 歇斯底里地叫起来 你怎么还我 我的脸 我的脸 不是什么大伤的 你说什么 我要控告你 你的猫该杀千刀 你还不是杀人未遂 可以了吧 被片山一说 大旗左侄子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 还好 片山叹口气 跟昨晚楚楚可怜的模样 真是天壤之别呢 石金先生 你没事吧 秦美一关心 石金便得意洋洋地说 没事 连汤都没溅出来呢 抬头挺胸 特别有精神力 我在这里 advocacy 小学习里的家政策 我也需要 房杀上 新野剑 总裁 部份 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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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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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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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